沒有 脫鞋的 是 尺腳 或是拉高 褲腳 十多年前 當我還小的時候 我家裡 屋頂被風吹走了 當年風災比較大 屋頂整個屋頂吹走了 當年我爸媽要找屋頂回來 蓋住 當然找不到屋頂 就用繁埔遮住屋頂 因為屋頂是鐵皮屋 要找繁埔遮住 我們一邊下雨 一邊吃飯 西貢區有很多舊村 一些老一點的小村 特別是山上的村 還有很多鐵皮屋 鳥屋 這些屋戶 其實屋頂都是用鐵皮 還有少許磚泥去搭建 所以如果遇上大風下雨 其實是很危險 可能一個大風雨 就整個屋頂吹走 或者可能甚至乎 整個牆都會吹倒 我們都不出街 在洞門那邊看水 又高了 如果浸得高 就上二樓 最浸就上三樓 你又上邪坡那裡 那間屋仔都入了水 因為那間屋低了 馬路高了 那馬路有水 水便落了去那裡 又浸了 又濕了 他說最高的東西 走到我們家裡避 對我們種野農民來說 都有很大的影響 我們的棚都塌了 全部植物都吹走 很多樹都吹塌了 山竹之後 即是大風雨之後 我們一定要再整理農田的農作物 因為每次大風雨 一定會死了很多植物 我們又要重吞再種過 第二天我們說過海 都要走過山仔 因為垃圾堆出了整個山 要走過山仔 走過海 跌倒到坑底 上面有幾塊 一塊搭一塊 一塊 好像人搭一樣 搭得很齊齊 吹熟了 搭了 那條坑就空了 不夠 走不到出去 整條坑都 出入當年有阻礙 因為塌了樹 其實我們走不到 之前塌了 路邊你走上來 都看到那條路是很窄的 塌了 整條路都離開了 我們根本就走不到出去 加上大風雨 這麼大風雨 消防員都未必即時可以上來 所以其實我們都不可以即時下村 如果你們剛才走過來那裡 任何膝蓋都可以到家裡 一起去清理 多數都是政府做的 那些 不過我們 小小的 我們自己做 橋都催塌 一條石屎橋都催塌 上面的欄杆都催爛了 其實是第一次見 下面的其中一條橋就修復了 但是上游 我們這邊還有一條 還是爛了 還未製造 因為這邊是沒什麼人走的 所以政府都未有人來 重建就是都必須要的 因為沒有一條橋過不了河 很厲害 我們門口那條大坑 那些石屎板 全部都催到動了 跌到坑底 有些都催到一邊 下面有一條路 以前只有上面那裡 很窄那裡 那裡出出入入的 現在整個了 闊了 這裡的人很好 因為說句不要聽我最窮 他們都很關心我 那其實這些舊村 很多都真的剩下一些老人家 在這裡住的了 還有一些真是獨居的 他們都真的未必會 自己會離開家 他們一定會死守在家 會不會有一些車隊 可以上來村 接一些老人家 那預警機就是 你早點去跟他們說 慢慢教育他們 潛延物化他們都會接納 相信可以幫到他們的 但是你真的到打風那天 那個moment 才去跟他們說的話 就一定沒有用